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这下今天请到的老师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莎娜莎老师 欢迎莎老师 心理专家 百燕仪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就来分享 他们的人生智慧吧 了解一下 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俩结婚一年多了 结婚之前感觉他挺宠着我的 结完婚之后感觉他变了 脾气也变大了 对我也不那么太在乎了 我认为我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班挺累的 下晚回家 不想说话 玩玩手机了 我认为我能缓解过来 但是他总认为我不理他 他说认为我变心了 现在回到家 我感觉我们俩的氛围特别的怪 他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其实有的话到嘴边 我也想说 他知道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有的时候到嘴边又说不来了 现在最后一年 他就变成这样 接下来日子 我不知道我俩该应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李26岁 来自辽宁 是一名技工 来有请小李 有请 女嘉宾小平 同样26岁 也来自辽宁 是一名业务员 来有请小平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主任好 技工 技术工人是吧 对 哪一行 修车 修车 好职业啊 很厉害啊 结婚多久了 一年 结婚一年 对 恋爱多久结的婚啊 恋爱十个月左右 恋爱十个月左右 蛮大蛮算你们还不到两年啊 对 你就觉得她变了是吧 对 越来越 怎么认识她 是在家一个地方的 然后是在微信附近人认识的 谁家的谁啊 她家的我 我家的她 你家的她 当时 看到照片 感觉就是挺吸引人的吧 然后就家了她 然后很快 十个月的时候就结了婚了 那样对 出不了一年 说说她有什么变化吧 就感觉她最近就是 不那么在乎我了 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天天下班回家 就是玩手机了 就是唱天打游戏 然后要不就是微信聊天 也不理我 为什么不理人家 上班挺累的 下班回家 在躺床上玩手游戏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对 完了 过去跟你谈恋爱是放松是吧 过去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她不 我让她那只对我可好了 让她使着普通级的诺基亚 为什么 谈恋爱的时候 两年前你还让她使诺基亚手机 为什么呀 对 因为我以前有过一段恋情 然后就也挺花心的 然后就分手了 分手了 打跟她出去一下 我就问她 我说你能不能弄 一普通智能级 用诺基亚 那你也能打的 然后她就接受了 她说行 那你看你那只对我多好啊 那她现在还用诺基亚吗 不 然后讲完以后就给她换回来了 现在又换回来了 现在又换回来了 她除了打游戏之外 还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呢 就是脾气越来越暴躁吧 有一次嘛 我俩下巴会讲 吃完饭了 那就没事躺在床上看电视吧 然后就不让她看起来 我一会儿抓着她 抓着她眼 一会儿把屏幕关上 然后她就跟我激眼了 就说你再动一下你试试 然后我就又动了一下 我也没成想她反应那么大 然后直接起来 直接把笔记本就摔了 那天我的脾气也挺 上班挺郁闷的 然后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我心里也不好受 然后我就到家躺在家 看我电视 结果她一二再二三的 总去烦我 你以前也没那样 以前也闹过呀 那我以前也这样 人家不激眼呢 我就是老公 你回来下班了 陪我搭一会儿啊 我说你家俩小天 看完电视 重来不 然后就下班就玩手机 有的时候下班了之后 我把饭都做好了 给她盛上 放桌上 问吃吧 不吃 然后连续几天都这样 就连续回家都不吃饭 连续后一天都不吃饭 就是到家就是 肯定就哑心盯在手机上 不是不吃饭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她 你先吃吧 我玩一会儿再吃 然后我吃完我就给倒了 你不不吃吗 那我就倒了 那你还吃饭吗 那我就不吃了 那你没饭了 她再吃了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然后就脾气不好 就是总大发了一听那种的 她大发了一听 发到什么程度 动手打你 不 那倒没 就是摔手机 就动不动你摔手机 摔谁的手机 我俩都摔 摔过几个 结婚一年摔过几个 七八个吧 为什么摔呢 就是吵吵架就摔 就是没地方杀气了 她也不打我 她也不敢打我 然后就摔手机 就有一回嘛 我俩在家吃饭 吃了吃定期 就说了一句玩笑话 然后我就把手机 就这么扔到她身上了 那你看我俩坐房面 根本就是不远 也不是说啪砸她 然后她一躲 电话就掉菜盘子里了 掉菜盘子里了 她二话没说 拿出来就给我摔地了 然后我就生气了 那你摔我也摔吧 我开出了 我就撇窗外去 所以你说 这七八步 是你们俩共同摔的 不是她一个人摔的 我就摔我那一步 那你说 你吃完饭了 那俩子说这说那的 我在吃饭 你把电话给我 塞盘里去了 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给我扔地了 你都帅气寸呀 那你以前咋没这样呢 以前我也跟你闹过 你咋没气过眼呢 那你都不要了 那我还留着干嘛呀 那你干嘛把点酒回来呀 那不后悔了吗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别的吗 有时候我们去 就简单地吵几句嘴 然后他就生气了 然后朋友打电话说是 出为喝酒去 然后他就去了 还是你去吧 然后他请个 然后就花了不少钱 那我都没说什么 你们家是他出去喝酒 对 你出去喝吗 因为我的兴趣和爱好 没有那种爱好 不喝 也就是说你们家 是他愿意出去喝 对 你愿意待在家里 对 那谁你总惹我 你让我生气呢 我除了喝酒 你看我的委屈 我的心存 我也不可能跟父母说 我跟你说 你又不过来他 那我就只能跟闺蜜说吧呗 那跟闺蜜喝酒吃饭 那喝了喝了就伤心了 那就喝多了呗 那你至于喝的 后半夜一两点钟吗 那我也不是跟男的 一个闺蜜 再说你也不是别人认 那你再 让她去她从来不去 那你在外面喝酒 我能放心吗 那你连电话都不给我打 你咋不放心呢 我给你打 我给你发 你打电话 你告诉我你的位置吗 我怎么没说 我打我出去喝酒 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说得 媳妇搁打你 从来没有 一点短信都没有 你是多么的渴望 他给你打电话 对啊 我就等电话 你不等我就不为家 等到两点 然后也不等 我就自己回去累 你这样的事 我回家多难受 我有时候也有累的时候 那我回家挺难受的 我问问他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要孩子呀 越快越好吧 越快越好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吧 就要要 对 那你这老出去喝酒 可怎么要啊 那他要不得我生气 我也不处于喝酒呀 所以也就是说 娃也没方生是吧 对 反正是 行 我接着问啊 生娃重要 打游戏重要啊 生娃重要 生娃重要 你天天打游戏 咋生娃呀 那只不是偶尔 下班时候玩了小会儿 他是偶尔玩 还是随时随地 天天玩 上厕所电话都不离手 你看 我也没耽误我睡觉吧 天天每天都是 你可不耽误你睡觉咋的 每天就是打了 就是打雷尔满游戏 他在背窝搂着 他在背窝里搂电话呀 我的天哪 那是比较凄凉是吧 那都不搂我 有时候就是玩玩 就是困了 然后就把电话发 就抱着手机就睡了 是吧 行吧 那这个这种情况 在结婚多久以后 就出现了呢 姑娘 已经这半年吧 我就不知道 我们俩的问题出在哪了 可能说也是我有我的问题吧 但是我希望说 他的注意力能多 在乎在乎我一点 好 你觉得他现在还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假好看 真的 他在我心里就是 永远都是最好最美 就是在心里是吧 对 但是眼睛可以不看他 眼中无他 心里全是他是吧 眼中都是游戏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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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是这样吗 对 你没给他吓了 没有啊 那我认为 你一生气的就出现点话呀 那提摆家 你根本说不了 听明白 所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吧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就要这样是这个 我也没法过来 你觉得这问题严重吗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呀 这就是问题了 丈夫说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呀 我不就打块游戏 对不对 对呀 结婚会以后 就是正常平平淡淡的嘛 就是啊 很平淡 很正常嘛 都应该是这样过日子 是吧 对呀 你是觉得 你怎么就冷落我了 这日子过得不对了 是吧 才结婚一年多 你就出现这么多问题 才刚刚开始 那你说就这样 我受不了 受不了 听起来好像说 哎呀 有那么严重吗 这不就生活的锁事吗 对吧 其实这样挺好的 发现问题 咱们及时地让老师 给你们把把脉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奔卷 来 沙老师给说说吧 年轻的新婚夫妻 我问一下男生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日子过得可无聊了 我认为解完之后 就是平平淡淡的 那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每天有没有觉得 哎呀 今天天都特别蓝 阳光都特别明媚 有这种感觉吗 有吧 反正主要就是看到他 就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开心 嗯 现在呢 现在那种状态还有吗 也有 但是 少了 对 因为我把这种 已经改为成 就是亲情了吧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 新鲜感过去了 其实每一对情侣 在走过恋爱时期 进入婚姻状况之后呢 都会度过这个 新鲜感的这个时期 然后会觉得 哎呀 好像没有以前 那么热烈了 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那种激动 的心情了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对情侣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才说 婚姻需要经营 可是怎么经营 是一门学问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是沟通 就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没有 有效的沟通 以前大家老里而讲 说什么门当户对 可是在当今这个社会 其实三观一致的婚姻 比门当户对的婚姻 更重要 三观一致是什么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我们说得太大了 往小说 就是你懂它 你了解它 你跟它有共同语言 和共同话题 甚至高眼的是 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所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缺乏一种 共同的东西 把你们俩拧在一起 所以你们两个人 应该找一些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话题 这样的话 两个人就不会觉得 没话说 两个人结婚之后 日子越过越平淡 是对的 我们是要平平淡淡过日子 可是不能说 拿平平淡淡过日子 当借口 当不去沟通 不去交流的借口 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两个人 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比如说想要要孩子了 那我们共同 为要孩子去努力 还可以比如说 一起出去捋个游啊 换一换环境啊 人在改变环境之下的时候呢 两个人的那种状态 就会发生改变 努力地去靠近她 理解她一下 男生也一样 要去学会关心女生 要知道她在想什么 不能沉浸在 你自己的世界当中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海老师 我觉得一个男孩子 26岁 然后把生活过得 那么地老龄化 才结婚一年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激情 所有的澎湃的东西 都丧失了 你这个找的不是媳妇 或者是你以找媳妇的名义 给自个儿找回了一个 妈妈的接班人 妈妈回来给我做饭 给我洗衣服 不用打扰我 我愿意玩什么玩什么 然后还不嘚巴我 或者偶尔嘚巴嘚巴 我也当没听见 您这分明是找妈的节奏 不是找媳妇的节奏 夫妻之间是需要沟通的 相互有交流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定位 把自个儿还弄到一个 大男孩的这个状态上 这个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因为你的妻子 她跟你年龄一样 她也需要你的呵护关心 但这时候你老使用她 但是你不给予她 她当然跟你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孩 就是太理想化了 你觉得婚姻当中 就是天天一下班 然后就得俩人在那儿 老是促膝长胆 耳鬓思磨的 那是电视剧 那也不是人生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应该去有一些 共同的正经的 一些生活当中的 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哪怕是说 你们去说为了生小孩 有一个健康的规划 你这天天一生气 就出去喝酒 完全是一个怨妇的 一个处理情绪的方式 所以要想改变 把你们的婚姻 去一个调整的话 你得活得 让自己显得矜持一点 这男孩子也是 你要知道女孩子的心 不是说你给他 拿一张结婚证 就能锁得住的 你得用爱 得用关心 谢谢二位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苏老师 女生说结婚 才是刚刚开始 男生说爱情已经结束了 男生刚刚说了两句话 是有很多人在结婚之后 经常说的话 第一 结婚之后的日子 就应该是平淡 错 应该平淡中 制造一点点浪漫 男生说 我们现在只剩下亲情 这也是很多男生的口吻 也是错误的 结婚之后 是亲情式的爱情 你结婚之前吧 是两个人情投意合 结婚之后 就加上了志同道合 所以在结婚之后 也是有爱情的 只是亲情式的爱情 结婚之后 的确没有结婚之前 那么一些畸形和冲动 但是一定要制造一点点浪漫 说白了 其实你们俩 没想着怎么好好过日子 如果彼此之间 有想好好过日子 今天存个一瓶米 明天买个新电器 后天去旅旅游 然后再做一个短期的 生孩子的计划 日子才能一步步往前走 如果你们俩根本没有计划 如果你们认为 结了婚之后 就像两滩死水 没想着往前奔 那你这日子是没有盼头 女生你说 男生对你太冷淡 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你所有的秘密他都知道 生活当中习惯一览无余 结了婚了不需要装饰自己了 反正你都了解我 我索性就这样 那当然是索然无畏了 即便是在结婚之后 每个人也应该有 日新月异的变化 比如说变得越来越会打扮 变得越来越漂亮 变得越来越上进 变得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 那么每个人的精神面貌 是会逐渐变化的 但如果你没有变化 没有了结婚之前的那种喜欢打扮 那种少女的娇羞 也没有了生活之后的那种贤惠 操持家务 你说你这女人越病越丑了 每天喝酒 满嘴的酒臭味 你说谁会对你感兴趣 所以说结婚之后 我们称之为妇人 妇人就应该有妇 妇人的样子 妇人应该有妇人的风韵 你只有每天不断的变化 精神上的饱满 审美上的变化 和对于日子本身的情分 这个女人始终是保持新鲜魅力 你没有 对于男生也一样是如此 结了婚之后的男人 一定对自己是有责任心上的要求 我工资 下个月要涨一点 到明年我这职位要升一点 对吧 我明年我也要为家里多挣一点 两个人如果都有往前奔的这种意思 那你们每个人身上会 很自然的焕发出一个 婚后的男性或女性的魅力 但事实上是很多人结了婚之后 活得还不如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还会打扮打扮 或者在对方面前装一装男性的魅力 去健健身 但到结婚之后一切都算了 反正这鱼儿都上钩了 我干嘛还对自己严苛要求呢 就这样吧 所以当一个人已经不注重 在对方面前自己的形象的时候 已经开始堕落了 日子是越笨越有笨头的 是越往前走你越有希望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两个人才生活的有劲 对吧 所以说这就需要双方在生活当中 制定共同的目标 彼此有伤有良 亲爱的今天你工作怎么样 咱们是不是明天计划的去看看房 哪怕不买也作为我们一个目标 那么彼此就有交流了 所以说不要把生活过成离婚之后的样子 永远要把它过成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样子 想过就好好过 不想过就好好散 好吧 就这 嗯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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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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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小来 听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是吧 不是 女生我倒知道 你是让我们修理她的 男生你为什么来 我就特奇怪啊 就是她有时候 就是对我挺抱怨的 行吧 你们俩就看着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来吧 我知道我有错 不应该走喝酒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为我改变一下 不说能回到当初那种感觉吧 但是你也别像说老师说 我就过得那么 就像一堂次序 我也认识到错误了 我成天就是不应该 就是成天走玩游戏 因为我应该抽出时间 多陪陪你 以后 尽量去多给你点 关注 多给你点爱情 就带你溜着溜着 让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吧 我每次都这样说 你让我再想想 行了 时间到了 你们俩这生活 给你们说的都未如绝了 行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回去吧 这个未来怎么调整 是他们生活里 到底能不能变成 他们期待的那个样子 那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来 请开门 大同有请 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吧 请见证 各位 老婆 以后哪天天天都对你好 你这样 我绝对不会冷落你了 我也会答应 在爱里等着你 陪你叹息的周围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缺隐 把我绑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像的月期 那场幸福距离 谢谢你们啊 来 好好过吧 请回 请回 看到这种婚姻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挺害怕的 就是这么年轻 结婚刚一年 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种 一潭死水的婚姻状态当中来 如果我们的婚姻都是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真的很可怕 我们希望今天是他们一个良好的开始吧 像男生说的那样 每天关注 其实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好了 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他的性格很开朗 很活泼 和我的性格是一个互补 我这个人吧 就是我特别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地方就问他 一开始他很耐心地教我 就是也很耐心地跟我说 就是我们俩的一件事 他总喜欢发在朋友圈 然后问他的朋友该怎么办 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他都问他的朋友 我就把这个事情就弄得感觉好像很大一样 我的人很尴尬 但是现在我们的就是关系有点问题了 我现在去问别人的意见 然后他就觉得就很烦 他就很觉得我没有问别人的话 他很不开心 我很介意这个事情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并没有错 但是我这个人呢 也不喜欢和他吵架 他又觉得我不和他吵呢 是不在乎他 他觉得非要和他吵架 才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不想和他谈 只是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他确实有很多缺点 然后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受他这些缺点 不知道能不能在一起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刘 22岁来自内蒙古 是一名销售 来有请小刘 女嘉宾小西 23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西 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多久 半年多了 才半年多呀 出了多大的事跟大家说 就是他之前我们刚谈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好 然后现在呢他工作了嘛 以前我打电话什么 他就总会接 总会关心我 现在就不怎么理我 这不才谈了半年嘛 就是半年出现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有一次他就是在市里上班嘛 我们俩就是半个小时之前 说好看我的嘛 但是呢他就没有来看我 也没有说直接就去开会了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去开会的 直接没说就 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没有主见嘛 然后我就问我闺蜜 我说该怎么办 找不着他了 然后我就发朋友圈说 让他朋友找他嘛 他就让我把那些朋友圈给删了 我们是因为这个同学聚会认识的嘛 刚开始呢 他就是有一些问题喜欢问我 我还以为是他对我有好感呢 结果呢 我发就交往之后 我发现他是真的是没有主见 他自己的一些事 比如说换个发型啊买个衣服啊 都要去问朋友 而且也不是说私聊地问 他是发朋友圈地问 然后到后来就更严重 就是我们感情的一些事 他都要去发朋友圈地去问他的朋友 然后我就很接受不了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学校嘛 我们的圈子也基本上 有好多共同的朋友 就让我很难堪 就我加班那个事来说吧 当时我是因为临时加了个会 然后我没有及时地去联系他 这事儿是你不对 发个微信就完了 说我开个会啊 晚点去就完了嘛 对 因为这个是 当时我那个都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把手机都装包里了 结果临时一个小会 就半个小时 结果我看完会出来之后呢 发现然后他给我打了好多的电话 然后我给他回过去 然后他还不接 然后我就说 在微信上给他解释一下吧 一打开那个微信呢 然后我朋友就来找我了 说你和你女朋友怎么了 他来找你 然后我一看他发的 他发的是什么 就让人浮想连篇的 他说的是那个男朋友爽约 背后的秘密 然后我就很无奈 你特别适合 现在去做网络宣推 这标题打 当时我俩已经说好了 来找我了 可是他直接都没说话 我找不着他呀 就半个小时的会啊 都等不了了 除了这种事儿 还有什么事儿 还有一次更过分 其实那个事儿也怪我 然后是我忘了 比如他那个 是前天晚上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第二天中午 要和我去吃个饭 我当时也没答应他 我说明天可能有事儿 要去见个客户 因为我刚开始是入职不久嘛 对业务也不太熟悉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就是公司里的一个前辈 然后带我去的 然后当时那个谈客户 已经谈得过了饭点了 然后人家也帮我 把这个订单拿下来 我想请人家吃个饭吧 请同事吃饭 对对对 可是那个同事是个女的 然后那天我正好 中午点儿没去找他嘛 然后正好在他公司楼下 碰到他跟那个女生 一块吃饭 我们就一起吃饭 结果他都好 他把我们拍下来 发到朋友圈上去了 用了什么标题这次 特别好奇 这个标题 他就发了几个微笑的表情 呵呵 可以的 姑娘啊 人家有呵呵 一顿饭背后的秘密 啊 不告诉你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你们猜是吧 就是他偶尔就发一会儿 就像他之前发的是 男朋友背后的秘密 对吧 看起来也挺 诙谐的 别人也不会怎么想 但是他经常一些小事 我不理他了 他也要发一朋友圈 男朋友怎么了 是不是不在乎了 不爱我了 乱七八糟的 后来就是大家弄得 就好像我的问题很严重 就是我动不动就不理他 然后就 本来就是不理我 我才那样发消息的忙 我就他这个毛病我受不了 他不理你 我是没有及时地理他 他老一神一鬼的 就到那种 丧心病狂的地步了都已经 现在你不跟我吵了呀 我这让你跟我吵 你都不跟我吵了 我都懒 懒 理你了 我去学校找你吃饭 你在食堂和我吵 在公交站和我吵 那么多人 我能和你吵吗 不是 为什么吵呢 他就 我没毛病 他就要挑我们毛病 之后呢 那我就让你 先跟我说说点话 我们俩每次吃饭 他就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 你说话三句没说完 你就和我吵起来了 我不想跟你吵 我哪给你吵了 那现在你跟我吵呀 你现在都不理我了 之前还跟我说呢 现在都不理我了 他怎么不理你 就是我无论给他打电话什么 他就嗯 嗯 行 就这样的 从来就也不解释什么的 那你用什么办法 让他理你 你试图做过努力吗 孩子 做过呀 做过什么努力 你都告诉我们吗 有一次 他不是在市里租的房子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想要你宿舍里面的钥匙 我要去张里张 我和同事住的 三室一厅合租的 给你多不方便啊 那你们上班的时候 都不在那个公寓里面啊 我不在 你去我家里干嘛 那我给你收拾收拾也行啊 啊 好得让人家知道 我这个人是在里面啊 你别去收拾这个事了 我刚把钥匙给他 然后第二天给我打来电话了 然后说那个晚上要和我一起吃饭 现在呢 先帮我回家收拾一下屋子 嗯 我说行啊 那你去吧 我还挺高兴呢 然后下班之后呢 然后我说回家换身衣服 然后去找他 结果回家他不在 然后一看屋子里 很乱很乱 我的东西都被扔到客厅了 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还心想 是不是他走的时候 门忘关了 进贼了 我就故意让你引起我注意了 我就让你给我打个电话问问 他就是故意想让我和他吵架 然后我 你又干嘛 我一听那个语气 然后不知道了 我就是让他跟我一块吃饭嘛 说一下我一块吃饭 那你把这屋子弄乱干嘛呀 我就让他跟我吵几句呗 那你都关心关心我呗 不是 吵 他就说他从来不问我 最近怎么样了 然后怎么怎么地了 他就不问我 不是 你把他房子弄乱了 他就问你怎么样了吗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这样说 亲爱的 你辛苦了吧 你看 房子收拾得这么干净 是不是希望这样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 那你给他收拾干净啊 我的天哪 这这什么想法 我也跟不上时代了 你要吧 然后后来大晚上没办法 我就把他送回去了 他说钥匙收回来了吗 没 不给 你收啊 我收啊 你收不给人家啊 我为什么要给他 我以后还要进去呢 那你的租的房子的钥匙 还在他手里 还在他手里 换锁呀 对 我换了 我真换了 然后 你这孩子还行啊 我和他要了好多次 他不给我 我把锁换了 结果可倒好 别提了 他去找我对吧 拿那个钥匙开不开门 他直接给我锁这门塞东西 那回我都气炸了 我忍无可忍我真的是 那有啥不能忍的 你给我 你给我锁下都塞东西了 我怎么忍 我住不住蓝的房子还 我再换你 怎么换了两回锁 所以说你去找我了呀 那不正好吗 然后我就觉得 你找我去就是关心我了 你就想让我和你吵架是吧 对啊 行 姑娘 你说说你对你们俩 感情的规划好不好 我听听啊 我现在有点恍惚 一开始我都觉得 他特别有规划 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好 然后现在呢 我就觉得 他从来没有 把我的事情 把我 我们两个事情 规划在一起 我问他 我说 你有没有跟你朋友讲我呀 有没有跟你父母讲我呀 他从来都是回避的 你们认识多久啊 但是他总在 给他朋友讲吧 跟他父母提一下也行 提什么呀 就提一下 找了个女朋友 什么样子的 什么性格呀 也行啊 因为他谈了半年嘛 他还没有毕业 我说心上也没必要 让家里人知道吧 这么早 然后他就扶晓逼着 我和家里人说 说了吗 说了 怎么说的呀 然后我就说 我那个谈恋爱了 在学校里 他还没有毕业 也看着他的相片 虽然说没看到他见过面 我家里人的意思呢 是不反对我俩在一起 但是呢 先让我在济南 工作一段时间 但是必须得回家里去 因为我家内蒙古的嘛 可是他最近 他说 他说最近要走了 不在济南干了 然后我今年要毕业嘛 必须得留在济南工作 他也不陪我 你要去哪儿 回内蒙 对 内蒙哪儿啊 阿尔多斯 回阿尔多斯 你要留在济南是吧 对 因为学校给安排的工作 必须得实习嘛 必须在济南工作 这就实习完了 再去阿尔多斯 可是我受不了异地恋 因为我上一段异地恋 就是这样结束的 那还怎么办呢 我就会觉得 他不是现在要走嘛 我就说能不能在济南 就留个一年 因为我要实习嘛 但他不愿意 他说他也在一年 在济南也带过 老板在这儿 要回家 他家里人要他回家 我说就一年 他就不愿意 最后他的规划是怎样的 我和您说一说 他也不愿意 让我留在济南 也不愿意让我回家 为啥呢 就是因为他太多疑了 他觉得我 我已经和身边的女生 都有一些 那他要你去哪儿呢 他让我去他家 他觉得 我去了他家以后呢 在那边我没有认识的人 我想认识的人 也只能通过他去认识人 他就想把我钻在他身边 是这样吗 这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么想的 你老家是哪儿啊 我跟他说过 我家河南的 河南什么地方 河南商丘的 商丘的 你想让他去商丘是吧 那你家里人 见过他的照片吗 我过 家里人说过 你家里人怎么说的呀 我家里人说 那你把你男朋友 带咱们家来 他说你们一块工作 也挺好 挺放心的 挺放心的 上门女婿当然好了 你是认准 你就要嫁给他了 我是怎么想的 可是他不怎么想 姑娘你以前谈恋爱 被很多男人伤过是吗 没有 你是觉得自己 一辈子嫁不出去吗 就非他不嫁了是吗 我确实挺喜欢他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前段感情 就是因为异地连分手的 所以说 我就想让他在济南 他不是在济南实习吗 他等我一年 那你就在济南 再干一年呗 我家里人让我回去 因为我在济南 干了一年 然后发展的 也不是很好 我家就先让我回去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为了躲他 要回老家 还是为了回老家 还是回老家 说实话 两部分都有吧 你看 害怕了呗 要跑 听明白没有啊 人家是要跑 你觉得他现在 心里还有你吗 我也不知道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来吧 来吧 我其实理解你的担心 和你的多疑和多虑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大家都是一个 共同校园的同学 然后他先毕业了 进入工作职场 你觉得他进入了 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他进入这个新的世界 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了 你看不到他了 你不知道他每天干嘛 你就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他可能 跟任何一个女生 都有可能发生成为情侣 你怎么对自己 那么没有自信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 我就怕 因为我怕我自己做得不好 怕他离开我 你知道吗 妹妹我告诉你啊 一个女生在一段爱情当中呢 就是因为开始在乎 然后害怕失去 然后在不断地害怕失去的 这个情绪当中 就真的失去了 所以如果你越是这样 把他逼得这么紧 越觉得我不能没有他 我不能失去他 他每天在告诫自己一万遍 这种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会失去他 你是把他吓跑的 我告诉你 他说为这个 洛尔多斯工作 是一半一半 不是 他百分之百 他是想逃的 一个男生 谁能受得了 这种高压的管控啊 你想想你干那些事 堵索眼 然后把所有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事情 都发在朋友圈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能受得了的 所以我觉得 你当下要做的 不是说再去怎么勘紧他 然后挽留他 让他留下来 你现在要做的是丰富自己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的生活难道每天24小时都围着他转吗 就算你们两个人以后有未来 他为了你留下来 你们要往婚姻的这个过程 这条路上走的时候 你这一路走过来 你得多累啊 你每天都担心 他跟别的女生怎么样 那天下女人多了 你担心得过来吗 所以如果你要是 一直强势地加压 给他这样的压力的话 你们两个人肯定没有未来 而且包括 就算你结束这段感情 进入下一段感情 你还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 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下一段感情也长不了 你会吓跑一个又一个的男人 知道吗 好 谢谢 来 来老师 这小姑娘让我听着 觉得挺心疼的 因为一个从来没有 真正地感受过爱的人 他对爱才会如此地不信任 他会去不断地质疑爱 就是姑娘 你有一个叫被甩情节 就是你所有的情感的开始 都以自己被甩作为你的一个期待 所以你所有的情感都是验证着 我最终是要被甩的这个方向 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然后不往这个方向走 你还努力制造各种的条件 要往你被人甩掉的方向去走 就是说你得有多不信任爱这个东西 你得有多不信任你自己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被甩情节给改变的话 那可能你很难真的去寻找到一个 从一而终的情感 不管你有多喜欢或多不喜欢 他可能最终都是以离开你作为一个结束 另外这个男孩子 我能理解你的压力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我明明一心向明月 但他老以为我的心在沟渠里待着 你也会委屈 你也会觉得很无力 所以最终可能会放弃 但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都不应该去做一个 暧昧型的离开 应该做一个有担当的表达 而不是说要不然咱们先分开一段 一地试试 然后试着试着就没音了 那样我觉得也有点不太有责任感 所以更勇敢一些 两位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更勇敢一些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图老师 安全感有两种 第一种是作为人的安全感 第二种是在感情生活当中的安全感 作为人的安全感要自己给自己 清晰的自己要什么 并为之而努力而奋斗 但感情生活当中的安全感 几乎有一半是对方给自己的 那就是对方的责任心 作为一个好的女人 应该人格上独立 情感上依赖 也就是自己个人的安全感 要自己给自己 但在感情生活当中 的确要有一半是依赖 这种依赖 可以体现为彼此双方的 共同的依靠 但是你 两种安全感都严重地缺乏 首先你没有自己人格上的独立 包括你将来的工作和生活 其次在感情生活当中 你要安全感的方式 也特别奇葩 你不是没有主见 你的那些晒朋友圈儿那些方式 不是没有主见的这种表现 而是一种妖性 你是用一种破坏的方式去建设 你每次都用那种所谓满城风雨 或者是舆论的方式 来指责对方 把对方搞臭 就比如说独锁眼 搞乱他所有的摆设 始终用这种破坏的方式 来告诉对方我的重要性 这就像一个人要跳楼 每天都说我要跳 因为我知道你会扯我 但是你多说几次 你爱跳不跳 也没人会愿意等你 或去救你 所以你明白吗 你老用这种破坏的方式 总有一天人会腻的 所以说 如果长期地用这种破坏的方式 去强调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位置已经荡然无存了 知道吗 知道 对于男生来说 无论是你跟他在一起 还是下一段感情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我送你一句话 平凡的世界当中 说过这样的一句台词 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么的独立 在感情生活当中 都在寻找一种依附 一种归宿 其实女人有的时候 并不是想要明确地知道 要明确地知道你跟谁在一起 她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在惦念你 你只需说一声我在哪 你放心就好 无论跟哪个女生相处都是这样 但坦率地来说 你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 你要做到自己人格上的独立和成长 此外呢 你要找一个相对于了解你 相对于成熟的男人 才可能引导你的这种不安全感 而他不是 你觉得你是吗 那就走吧 就对 好 谢谢啊 先把自己找回来再谈恋爱吧 别谈了 姑娘 你这么谈没个好 谁会对你好呢 你都不对你自己好 谁会对你好呢 你指望他们对你好 没有一个男人敢对你好啊 成熟男人不喜欢你这类型的 受不了啊 您先长大吧 你也是啊 不满意赶紧跟人说呀 别拖了 我受不了嘛 就明显已经受不了了嘛 你打算娶她了吗 你先本来跟她继续发展吧 你真爱她 你就留在济南你陪她呀 你真爱她 你就跟她回商丘啊 别谈什么上不上门啊 别说假话了 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吧 姑娘学会长大 再谈恋爱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你现在 走回吧 特别奇怪啊 老说这扇门太神奇了 来 请关门 就这扇门 往往能把一些 现实生活里解决不了的事 通过这一转就给她解决了 比如说明明知道 我们俩不合适了 我来这儿嘛 转一下 我走得可能会好一些 你还告诉她 不要暧昧地分手 要有责任地分 还这样呢 看看这对年轻人 到底成长了多少 请开门 挺好 挺好 来来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好了 那就行了嘛 就不要再闹了 也别再作了啊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世代爱宝专区的网友 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和老公结婚三年了 我很爱她 但是我自己有些公主病 很多时候不顾及她的感受 她可能忍受我太久了 不爱我了吧 昨天是她这两个月 第五次离家出走 前面四次都被我找到了 这次她拿走了衣服 我给她打电话发消息 她都不回 她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我还想继续好好生活 我该怎么办 如果一个女人 要化一个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那怎么过都是个花架子 既然她已经烦你了 你应该给她一段时间平静 而不要电话追逃 这只会给她压力 女人偶尔的撒娇 可以说是情调 但是永远的矫情 那就是负累 你好自为之吧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 EBS的官方微信 或者EBS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 是由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的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 观众朋友们 感谢电视机前 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